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听众朋友 准时收听我们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震 问候大家 太古今天还是非常戏剧化的 最终又上涨了107点 指数又收在24007 成交量部分比昨天还要小 是这个礼拜目前以来的最低量 成交量是5130亿 加运指数跟贵买指数 今天同步的上涨 而且OTC指数的部分 涨幅还更大 好 那我们接下来赶快来邀请专家 一样的 还带来了亮晶晶的股票 有两档 还有呢 获利调节了股票 好 赶快来邀请 轮源投顾 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人 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 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那很高兴 在今天下午的节目时代 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这个大盘 其实在昨天 这个震荡500点 那投资人 他比较担心了 那今天那个盘 是相对的 他的稳定性 他的稳定性的话 是比较高了 也就目前为止的话 当然在面临到大盘的 一个同时的话 严义老师 还是要呼吁大家 那之前有很多的一些股票 尤其是小型股的部分 它涨太多了 不管它是涨一倍 涨两倍 涨三倍 那在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弹心 该卖的 就要去做出一个 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那新的一个资金 新的一个标股的话 也会在台股 目前为止 第二轮里面的 所谓的区间整理里面 它慢慢的会 一一的浮现 那之前的一些资金的话 也会转进到 未来这些 所谓的新的一个标的 那今天的一个大盘的话 出现一个戏剧性的 一个变化 电子盘 它在最后一盘 直接拉上去 那你去看一下 我们台积电的表现 大概就知道是谁拉的 那今天主攻的一个主角 放在所谓的金融股 金融股的话 它创了一个 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营建内股的话 由于目前为止的话 有一些这个 这个案子推出来 那第二期的一个营收的话 应该还是会增加 所以说今天的一个营建内股 包含国内的一个内资 它在营建方面的一个 布局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是成功性非常大 那营建内股的话 今天是上涨了4% 但是我们投资人 还是比较关心 变足够了 那严老师今天 这个一开始的话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股票操作 算太多了 就是要卖一下 所以说我们今天 有一档股票 有一档股票 那它是单股会员的 我们今天在早上9点5分 我们直接就定了一个价钱 好我们就把它做出个获利了结 那赚了55% 赚了55% 我这边要先恭喜 我们的单股会员 那今天至少 你看到这个大盘 好像在上下区间也不是很大的桶子 你反而可以赚得到钱 你反而是可以赚得到钱 那节目一开始的话 我就在那边直接跟大家报告 那严老师股票量金金 但是都是从底部布局的 那绝对不是说去做出个追价的 那我们就按照今天亮灯掌停板的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 那严老师在今天节目里面 直接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第一档股票9点13分 是我们的特别会员的 那这档股票是2362的蓝天 蓝天的话在早上9点13分 上涨了5.2元 直接亮灯掌停板 那掌停板锁的张数也非常多 那盘中锁了1万张 但是严老师盘后资料看一下 这个代号2362的蓝天 竟然锁了掌停板4.6万张 但是今天的成交量只有6000多张 也就代表说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档股票 它未来有机会会去涨 所以说这档股票今天 成交量非常小 但是它的涨停板的一个买进的张数非常大 那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从底部开始起涨 它是属于一个潜伏地 股价的话直接几乎翻倍 从所谓的36块钱直接翻到66块钱 但是股价在经过高档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反而是属于一个量缩 也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去判断 这个股价会不会做第二波的一个攻击 那大家都知道它的修正结束之后 这个代号2362的蓝天 它是属于一个底部 底部 那目前为止 具有所谓的攻击的一个讯号 所以说今天早上就是9点13 很早的一个时间点就拉到所谓的涨停板 目前为止这档股票 就是我们特别会员手中有的 颜老师在这边要恭喜我们的特别会员家族 第一档股票蓝天 那第二档股票的话 它的代号叫做3048的义登 本来颜老师在看盘的时候觉得说 这个台股的话可能经过12点钟以后 那你要拉涨停板可能也不拉简单 但是我没有想到在12点26分 3048的一个义登 那它的一个股价直接上涨了4.7元 直接来到谁的涨停板 我先讲这一档股票 其实股价创高以后 经过三天的一个修正 但是昨天 这个股价在修正的同时 外资一天单日的一个买超 超过了2700张 也就是说这档股票很奇怪 修正两天以后 那外资的话 它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我特别把它基本面看了一下 原来它的业绩上面的话 是有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那它没有看到所谓的亏转赢的一个题材 但是我所看到的业绩的部分 的的确确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再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消息 我觉得这档股票未来 在今年下半年的话 应该是属于一个忘记效益 那这档股票的话 在我们会员 目前为止还是持股续报 还是做到一个持股续报 目前为止的话 获利了 以今天的一个收盘价 下五1.9元的话 未实现利益的话 应该 应该超过50%左右 那当然这个12点26分 我们就会发简讯 那当然盘中的话 锁了1.2万张 但是尾盘的部分 锁了1.8万张 就代表说这个人气 还是非常好 那这样我会请大家 几率操作就可以了 那严老师祝大家周三愉快 严老师感恩 那今天跟他报告了 三档这个简讯 三通简讯 有的是恭喜大家 亮灯掌听板 持续创新高 有的是底部起档的 第一根掌听板叫蓝天 那有的是长太多了 我们做出一个获利了结 那实际获利的话 超过55%以上 其实你听严老师的广播节目 我们都是诚实的 据实已告 那不会去做什么隐瞒的动作 我有的会员 真的每天听广播节目 所以他有打电话给严老师 老师 你的节目我每天听 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没有 他说很厚 因为你的股票一直涨一直涨 我都没有做到 因为就是他可能是太晚参加了 但是后面他听着听着听着 他认为说老师绝对不会说谎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格特性 我在广播节目里面 我也讲过了 我是花莲人 曾卡丽娜 真的都是没有见过什么四面 真的是比较老实 本性的话也没有受到这个环境的一个污染 我觉得你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如果说你对自己都能够欺骗的话 真的对会员的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接下来的话跟大家谈到所谓的强势股 那今天盘面上面强势股的话 就是属于个股表现 由两档股票非常非常的强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谈过 新的我们的着重说性能要操作新的股票 代号3535的精彩科 那今天的话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锁了1.2万张 股价的话几乎收盘了 收盘的话再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半导体 伸扬半导体 代号这个8028的伸扬半导体 今天的话 股价来到123块钱 股价也一样 亮灯涨停板 那这两档股价其实它都代表说 今年下半年 这个业绩成长性的一个动力 它的一个动力非常非常的强 那看到蓝天的部分是我们特别会有的 手中是亮灯涨停板 3048的异灯也是 我们会员手中目前为止持股续报 那获利接近50% 那另外这个3374的精彩 那当然昨天创破断性高 今天还在涨对不对 那严老师一张都没有卖 我没有卖 我先声明一下 那这张这是我们特别会员手中的 目前为止的话 也是获利接近20%左右 这个还没有涨完的股票 严老师不要坚持说 我们就是做到个持股续报 那第三季轮动的族群 好那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 来今天节目很重要 第三季轮动的族群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AI相关 因为AI相关 它并没有退流行 它只是不同的一个族群 不同的一些个股 包含所谓的伺服器 零组件 机器人 还有一些所谓的平台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的一些相关个股的话 其实它在做轮动 所以说你对于这个AI相关 严老师认为 目前为止的话 你要去找寻 在低档区的 你再去做布局 那第二个 第二个类股轮动的话 就是看到所谓的苹果概念股 苹果概念股 昨天跟大家讲了4958的真顶 今天在创破断新高 那今天最强势的 你就要看到所谓的GISKY 对不对 这张股票的话 今天表现性也是不错的 上涨了3% 那TPK的一个部分 昨天它是比较震荡整理 今天的话 已经开始指稳了 那未来 苹果因为有换机草 那苹果也加入到 所谓的AI的 一个所谓的相关的 这些所谓的 改变它产品别的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商机 那苹果概念股的部分的话 之前是由大力光开始 做出一个带动 那包含这个鸿海 那现在的话 轮到这些所谓的 关键型的零组件 那第三个族群的话 严老师现在要跟大家讲了 大家绝对都猜不到 因为这个族群 那现在投资人 所以他还是非常的失望 但是严老师 从这个失望里面看到 未来的一个希望 这个就是说 严老师在基本面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 这基本功非常扎实 在技术面的一个操作的部分 我都有下过苦功夫 所以说严老师 第三个族群里面 我跟你参考一下 你绝对不会相信 它叫做航运 包含航空干领股 因为现在非常弱 对不对 昨天修正两天 那今天的航运类股的话 拉尾盘 对不对 那你只有看到 这个航空股的部分 长龙航 华航 今天股价上涨2% 3% 它比较好以外 那你去看到 货柜三雄的部分 其实今天 是没有涨 还是回档修正 那老师 你从什么地方来判别说 这个航运也好 航空也好 未来有机会上涨 那请注意的 基础分析里面 有一个东西 它非常重要 它叫破底翻 也就是股价 跌破了季线之后 它会走所谓的 大V型反转 直接冲上去 那很多人都知道说 有所谓的破底翻 有所谓的V型反转 但是他不知道 为什么会产生 这个V型反转 或是破底翻 严老师帮他下一个注解 也就是 它的股价也好 它的营收也好 它在市场里面的接受度 其实它是偏向多头的 那为什么会跌破所谓的际线 这个地方的话 纯纯翠翠 我认为是在做 所谓的洗盘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要先确认 这些股价未来的话 它是走所谓的大多头 而且会持续创高 所以说 就会形成所谓的破底翻 所以说我们对于 航运也好 航空股也好 未来如果说有低点的话 我们就会进行所谓的 这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上市加上柜的话 总共48家亮灯掌停板 我们第四个 类骨人中的族群的话 我们就会找徐纳 有特殊题材的 甚至在低档区 出现潜伏底的 就像当时候的话 我们找到这个 昆银一样 当时候的话 严老师帮大家找到 罗生一样 其实当时候的股价 我说真的 大家随便买 都赚钱 买的越多 赚的越多 但是如果眼光很重要 这个眼光要比别人怎么样 要比别人好 这是严老师跟大家 跟大家所谈到的 那当然外资的部分 目前为止 这个瑞士银行 他对于台股的一个 想法说 台股目前为止不算贵 那我看了一下 他的报告 他主要是强调 台湾的一个企业 获利的能力 成长性非常好 还有目前为止 我们台股的一个资金 还是在做 所谓的健康的一个轮动 那有利于行群 持续发展 但是你看到今天 我们金融股 是不是在上普段新高 对不对 但是你去看一下金控 金控今年上半年的话 他赚了3374亿 那赚钱最厉害的 以前叫做国泰 对不对 那今年的话叫做富邦 其实富邦跟国泰 都跟兄弟弟 那可是可能就是分家了 对不对 那富邦的话 今天他所公布的 那竟然比这个国泰 多了将近100亿 也就是说 我们目前为止 看到的这个现象 那至于说 这个产业经济的一个部分 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六月的一个成长 成长的一个数字 目前为止是连巴红 最主要的话是紧急复苏 还有包含所谓的AI的 一个所谓的商机 那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是 Fade 对不对 Fade什么时候要降息 那今天终于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包含这个Fade主席 包含说 这个降息的时机点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他讲这句话的话 其实他是赴国会去作证 国会里来里 不可以互买 他对所谓的美国参中议员 去负责 也就是说 他认为目前为止 成熟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 这个通膨 目前为止 它会降低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他也认为说 这个应该 这个马上就要降息了 那我们台股目前为止的话 当然 你的重点可能会放在台积电 那当然这个台积电 是有钱人做的 然后 老是会看 但是我全部的目光 我不完全说 会放在所谓的台积电 我会放在 这个目前为止 还在低价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昨天亮灯涨停满 6643的N31 今天载创不断新高 这也很高价呀 好 那我找低价一点 好吧 2382的广达 今天也是这样 放心 高 对 很棒 如果再不行 怎么办 再不行的话 还有2327的果具 对不对 大力公也可以 大力公今天拉回 红海的话 我知道大家不敢买 因为涨太多了 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人 别类一下 那如果说你这台股 这信心很强大的 你大概会去选择台积电 你大概会去选择这个红海 甚至资金再大一点的话 你去买这个大力公 但是严老师 带着我们会员操作 我本身就是以所谓的风险控管 这个要摆在第一个药物 所以说我的选择 叫做M31 叫做广达 叫做爱普 我认为 至少这三档股票 高价股目前为止 他从基本面来看是没问题的 是 业绩大成长以外 那他股价的话 也是相对的一个低点 这个地方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第二个阶段的话 台股的话 未来还是有很多股票 目前为止 那多方的一个支撑 在两万三千四百点 那今天调节了一档股票 以后对不对 那我们未来的话 就有多余的资金 来操作一些新的股票 那严老师今天非常感恩 我们这个news酒吧 这个全体的一个听众 非常挺严老师 也就是说加钱指数 这个涨了那么多 那最近还是有很多的人 来找严老师 严老师在那边 跟大家说真谢谢 那其实股票的一个操作 不管是多头也好 空头也好 那只要说你真的有 正确的一个觉悟的话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持阴保态 持续赚钱的话 我认为 它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今年的一个大多头 外资法人还是持续看好 那当然我今天要恭喜 我们的蓝天 代号这个2362的蓝天 亮灯涨停板 3048的易灯 今天的话对不对 一样是亮灯涨停板 3374的精彩 今天上涨了2% 股价持续的创高 我们一样是没有卖出去 那3374的这个 这个看到的6643的N31 今天的股价还是续强 那未来的股票 我们准备一档全新的股票 如果说你真的 对于我们的操作 你要想跟我们一起 共襄盛举的话 严老师今天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因为你听广播 全部听那么久了 那你总想验证一下 老师的操作功力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今天就开房 没有名额的限制 只要你想操作下一档股票 那股票老师准备好了 我们的助理也在电话机旁边等你 那你就到时候拿起电话 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那当然今天老师会给大家一个 非常满意的一个大礼 打电话进来 但是只有现在前面10位 满意大礼只有前面10位 那老师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跟大家 来做出一个回馈也好 沟通也好 那这个地方未来操作 重点要放在新的股票 新的主流 新的股票已经准备好了 那你到时候随时打票进来 我们助理都在旁边接电话 希望下一档股票 明天发动的时候 我们这个轮员团队 会直接通知你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提升 好 我谢谢老师 好 老师在现阶段 提示大家 那么我们要操作的这个部分 这个心态其实还是要积极 但是有一些已经涨高了的股票 我们还是要获利调节 好 今天老师有卖出 这个获利有55%左右的股票 如果金融朋友想要知道是谁 或者是想要知道 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一个过程 都可以再来电 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就像我们的听友说的 听节目 然后都没有跟着做 好可惜 今天爷老师也邀请大家 提供给大家很大的诚意 特别是前十名 还有满意大利 好好的把握了 什么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爷一米老师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认同老师的操作 记得咯 老师今天再度的邀请大家 一起全力布局新标的新标股 要买全新的底部喷出翻倍股 而且只限定今天 开放顶级的服务 VIP服务 1加6 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 人人都付得起 好 欢迎咨询 02-2321-9933 02-2321-9933 老实说 十年难得一次的好机会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02-2321-9933 2321-9933 反败为胜 跟上爷一老师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